这个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学会卧沙了 卧的还挺好 里面都被沙给堵上了 这样拎着太重了 把沙倒出来吧 哎 这么结实啊 怎么还神龙白尾了的 这应该是今年夏天的啤酒瓶吧 夏天游客比较多 应该说是去年的了 今年还没大有游客来这边玩 都上这边吃烧烤来的 带着吧 没太拓的话这里边住的应该是莫眼罗 哎 是啊 漏渴了都 冬天的莫眼罗都大 来吧 这个还行 没有前两天抓那个大 不过也可以了 够吃的了 把水分给他挤干净回家之后再 爬一下沙就可以 直接下锅了 像这样的莫眼罗不爬沙的话 是没法吃的 哎 这包长鱼厉害啊 该说不说的 没有家他就会知道家 自己都会盖房子 在这里边呢 一般情况下他都会端壳 这找不着壳了 直接两个背壳一合 哎 他也是一个家 看 还挺完整啊 就是有一个大一个小 这家厉害 带着吧 咬舌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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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塞 他还真咬舌头咬 都给咬子了 你这家伙 对自己都这么狠 这也没谁了 水都出不来 像这么大的大家伙 回家必须得用高压锅 要不然他那个肉老硬了 嚼起来都特别难受 嚼不动 这个也是 哎呦 看 哇 缩水缩这么快吗 这个就比较淘气了 这个大 可被我一下给捏碎了 不捏碎就好了 捏碎哪地方哪地方去净杀 讨厌了 带着吧 这只村王特别 通明 烫着水把自己都堵上了 哎呦在这 应该是 往哪通的呢 这就是他的鼻子 我一碰他他就跑了 哎呦在这 哎 哦在这 能看清楚吧 就这 差不多 挖就行了 这个沙滩沙特别软了 也特别好吧 要是沙滩沙硬的话就挖不动了 应该差不多了 在这呢 我试着他了 哎呀 好大的劲 出来吧 这家伙就这么大 不过 撑的也大 没有这么大的撑的的话 我估计他是没有这么大劲 只要捏着后屁股水都能出来 还水还挺多 带着了 这兄弟肯定是喝醉了 挺大的 哇 怎么样 这个 这个可老硬了 我估计是 这是过年过在哪地方串门 刚喝完有点困了 就在这 这地方密灯一会 他还 不错 还能知道在头上 放点泥吧 好认不出来 哎呀 太过瘾了 这个 就在这片泥地里面 应该是他还有同伴 我再去找一找 好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